我們今天的重點可以放到說 其實在收中骨車消失 你有些中骨車有些地方 是很容易秀的 那像是哪些地方 像剛剛莊惠臉講那幾個地方 他的車子如果要賣給你的話 你也會畫上問號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在現場經驗 食物上最常碰到的 一些容易生鏽的地方 一個是天窗 那天窗為什麼會生鏽 很多是因為這個天窗轉角處 左右其實各有一個排水管 那很多人忽略要去清排水管 那觀眾朋友都以為天窗漏水 都是因為那個膠條的問題 其實我跟你講九成是排水管 你定期要用氣槍 去做一個清理的動作 要不然水會激在這邊 所以其實天窗它不是完全密閉 有些有天窗的車門一關起來 你會發現天窗還會動一下 其實它不是完全密閉的東西 所以其實跟膠條沒有關係 還有你不要以為你天窗不開 它就不會生鏽 不會漏水 因為它裡面如果積了沙子 剛剛威廉講的積了樹葉等等 在這個地方 你不定期把它打開去 在這個溝槽做一個清理 它就從這邊開始生鏽 那後側廂的底板也很容易忽略 很多人其實車上載了一桶水 他不知道 就是那個放備胎備胎座的地方 因為你如果後登殼的膠條老化了 或者是你後面有從這個登殼的地方 膠條的地方流進去 那雞在這個備胎座的地方有一灘水 你不曉得 你在講那兩個人在笑 你們的車子後面 是喔 以前有人打電話來問我 為什麼我一煞車就有一個海浪的聲音 對 海浪是有水有嘟嘟 我車裡面有浪的聲音 對 就是這個地方 原來是那一桶水 所以因為很少你會去翻開 去看底下 除非你真的輪胎要用了 對 所以這個也要注意 定期要去檢查 然後這個避震塔的部分 你看這個避震器上方就是很容易去擠水 對 這個不要小看它 因為某方哥有遇過嘛 避震器 如果嗅齒的話會彈開來對不對 會衝上來 衝上來天啊 那我們經手某些車種 它的擋火牆 在這個地方 鑽成這樣 這個我們都是講最常會 我們叫我們術語叫乾水 就是水寒在裡面不走 停留在裡面不走 它就開始生鏽 那擋火牆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很多車的車身號碼 都要擋火牆上面 所以你會變成進退兩難 因為你想要去整修 可是上面有號碼 車上碼不見了 對 你不能去動它 要不然就變偽造 那個改造了 對 所以要提早注意 要不然等它秀到不行 你一座號碼不見 完了 那車沒辦法買賣 現在現在你買的新車 趕快先做處方秀 對 所以我們剛做那些 就是你一有發現 要趕快先防止它惡化 對 那這個大樑的部分 那大樑的部分 我遇到很多是電瓶水 因為以前有大部分的車 你已經要掀開 電瓶都放在這個 其中一支樑的上方 那有些以前遇到很多 它電瓶水溢出來 那它是有腐蝕性的 就會造成這片大樑上面 你就發現 整塊漆都掉下來 然後都生鏽 所以這個也要定期 其實引擎室 我們都要常去掀開看 看有沒有生鏽的部分這樣 那這個底盤有沒有 這個我們剛剛講 那個護定門檻的下方 對 我比較常遇到的是 A柱延伸下來 最底下要轉門檻的 這個轉角的地方 那個地方特別 剛剛梅哥講 特別容易積樹葉 對 髒污 然後水就大量的 停留在那個地方 然後整 我遇過很多 秀到拳頭可以伸出去 太可怕了吧 可以伸進去 對 就整個A柱的下方 尷尬何方哥連腳都穿了對不對 那是站了去 油門就整個穿了 還巴掌啊 因為它上面有一個地毯 所以你看不到 它已經在裡面住一個洞了 你也不曉得 哇塞 嚇死了 我唸幼稚園的時候 我家有一部車 你唸幼稚園的回憶到現在 可能是中古車 那個車我爸就開到 他講這個地方 我坐在那裡的時候 地板底下柏油路會一直看到 這樣一直跑 秀穿了 然後其實像現在我們買中古車 你在那個前輪的輪拱 還有一些後輪的輪 前輪的輪拱之後 和後輪的輪拱之前 那都有一個咖咖角 就是剛剛梅哥講的那個L角 對 你有的時候用高壓水柱 去洗車其實是在洗不出來 像我都會拿Rolite把去 但是不要傷到車漆的狀況之下 我把那個爛泥 其實已經不是爛泥 幹嘛不去文具店買一支毛筆 進去塗一下 那種扁的那種毛筆 或是用我們的眼影刷 還是扁的 進去撈一撈 我送你兩支眼影刷 謝謝 謝謝 回去試試看 有的時候弄下來的土 還蠻多的 就是你把它弄乾淨之後 你就知道 像那個東西都會好幾天 都在那裡濕濕的沒乾 所以你就是把它弄掉 所以何堯哥 你有這麼多慘痛的經驗 你現在的處理方式 對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小事剛剛講的 我以前還遇過了一個 就是他剛剛講的 那個A柱的最底下 那個火鍵那個地方 那個老鼠就從那裡進來 然後再從A柱裡面跑進來 這件事情 就在把電線咬破 對 就在儀錶板裡面坐窩 在索套箱裡面坐窩 後來他發現 他就是從那個地方進來的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大家都忽略了 是什麼地方 車門 其實我們的車門 它外面有所謂的外水切 水它都會滴下去 但是我們的車門 其實底下 就是這裡啦 外水切的地方 對 但是我們現在講 只是外表 其實它的最底下 它有排水孔 很多人都沒有去聽它 就像剛剛威廉講的 你開車的時候 你會聽會有水流的聲音 其實它就鏽在裡面 對 門板的最下處 其實有排水孔 哇 那你們到底是被生鏽 真的是折磨多慘啊 時間都不夠你們講 我身上隨時都有帶一隻 小樓奈靶 就是看到 看到哪裡要通一下 通一下 然後像我買中古車 像這個水切 因為如果這台車 過去是常常停在外面的 通常這個水切的橡膠 都會縮掉 像你看左邊那張照片 左邊那邊就有個縫 水都從那裡進去 你新的 水就是一定的啊 必然下來就這樣 所以這個洞啊 水切是新的的時候 它會比較密合 所以這個東西不貴 我都會把它換掉 對